谁让你都干的 小人不会说的 到我的身边来 到底被死吗 查出什么了 殿下 看一阵秦长的剩下的糖尤 说暗方子应该发酸 但却是发苦的 所以呢 要这儿看不出来 应该是混进去了别的 昨天是谁给太子飞钱的药 工人故事 还有几个杂役工人 全都抓起来 用秦室 殿下 他有大清早 来干什么 照用嘴也醒 殿下是 想问哪一个 你先去 该搜查的搜查 该锻炼的锻炼 不要怕弄出人命来 去行步 那过给人呢 我说全部 你了 不对他们说 就是想向我 当面诡辩吗 我来了 不是小人 不是小人 那我还以为 我建议 要更高明一些 记得了 想过 小人确实想过 但小人没有同事 想过 想过 太子妃殿下是无辜的 孩子更是无辜的 小人还是不能为了自己 去伤害无辜之人 想要骗我 是不是应该 说一个更有诚意的话呢 小人没有为自己研满 举心 动念 皆是罪 小人这辈子 和清白儿子 都已经无缘了 谁让你都干的 小人不会说的 到我的身边来 到底被什么 是 陈队人 这是什么 不是这个 在这儿 殿下 小人不止搜查公民出所 这是从里面找到的 秋蓝西迷雾 又生西堂夏 这里的蓝 跟现在的蓝花布一样 这是一种萧草 认得这是什么 神说这是要给太子妃的药 这是要给你的药 这是要给你的药 想到底是谁 你要 sich 想想 我家的 我爱你 小人 我爱你 什么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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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爱你 你爱你 天下万行 对于殿下来说 这确实不算什么 但去庙堂之后 殿下可知道 天下万行 都比在上位置 更加一岁 而他们的人生 也更容易被碾碎 那些柔翠之人力 不包括你 对吧 对 所以小人 是不会成人的 皇神 殿下 要再锻炼吗 像这样灵弯之人 行事有什么用 断大的隐世 还有任何无事 他再不找人 就直接 碾碎吧 顾内人 顾内人之情大概没见过小人 小人长安也是报本宫的内臣 小人 小人带来了一点吃食 殿下 不识不许 你吃饭 你吃了 牛肉姓平 能安脾胃 只椰格 顾内人有顾及 先吃两口吧 你吃了 你吃了 牛肉姓平 牛肉姓平 能安脾胃 只椰格 先吃两口吧 李 完 安脾胃 就说 告诉顾内人 不要忘记那句话 姐姐若是在宫中遇到麻烦 都可以来找我 顾内人想离开 小元主上可以帮忙离开 我要是离开了 不爱太子贼的权命 就永远是我耐着了 不得已是 就告诉殿下 你还真是手眼通天啊 反正已经送来了 我也看见了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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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 公愧一愧 我的夫人 我的孩子 都被我脱离了 到最后 还是公愧一愧 我还是什么不能 我还是要让她失望了 所以现在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要跟你说这些 可能只有小人 连装作看不到 听不到 都不需要了 所以是谁指使的你 你还是不说吗 小人照不照 还有什么意义 没有意义 我只是 听到你承认之后 我心安心 我心安心 小人 会让殿下不安吗 有时候 明明知道你在撒谎 那小人更加不能承认了 殿下心安了 就会放过真正的元凶 你这次的谎言 比之前更高明 你还不选择 我哪儿 我对你 殿下 该上路了 我要去刑工树职了 其实是被昭居问罪 这一下可能要耽搁几天 等我回来 已经见不到你了